立法院那边又有一个最新画面 主要因为今天在立法院的周遭 也有非常多的群众 但是刚刚出现了意外的插曲 这是有一群骑着机车的青少年 跑到立法院旁的青岛东路 不断的呼啸 那么甚至有人就拿起手中的刀蟹 在那边挥舞 好 这又是谁呢 现场引发了一阵骚动 这些挑衅的行为引起群众的包围 还差点引发冲突 那么直到原警赶到 把男子给逮捕 这个情况才缓和 结果呢 大家看到了谁呢 中华统一促进党的负责人 白狼出现了 愤怒的男子一边挥舞手上的开山刀 一边激动呛瞎 吓坏现场群众 星期三晚上九点多青岛东路 突然闯入一群飙车族 在现场胡乱冲撞 直见这名男子一下车便拿出刀蟹 沿街挥舞 你台湾的 现在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你现在要带刀 对啊 你带刀是很不高兴 眼见已发骚动 飙车族一哄而散 但这名持刀男子人不断沿街叫骂 终于引发群众不满 男子眼见情况不对 赶紧将开山刀放进机车置物柜 跳上机车打算离开现场 但这时被激怒的群众纷纷上前 将他团团包围 冲突一触即发 不行 因为你带刀 警察过来 警察过来 风动群众的呼唤终于传到警方耳里 姗姗来之的警方立即要求他取出刀蟹 来 你给我过来 车子 哪里 来 来 来 物证确凿的男子 立即被警方驾离现场 终于让现场气氛 稍微缓和 但男子前脚才刚走 现任中华统一处进党 负责人白狼突然现身会场 白狼与飙车族一前一后的出现 替现场带来诡异气氛 3D新闻综合报